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战火中的爱情与虫剧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隐匿的间谍 苏联女特工的双重生活 当然可以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在历史的阴影中默默无闻 却又充满传奇色彩的苏联女特工们 她们的生活就像是一部精彩的间谍小说 充满了惊险 智慧和一些令人捧腹的幽默时刻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苏联女特工的双重生活 她们不仅要在外表上扮演优雅的社交名媛 参加各种派对和社交活动 还要在暗处进行间谍活动 想象一下一个穿着华丽晚礼服的女士 手中端着香槟 实际上却在用耳机兼听对话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红色女王玛尔塔 哈里斯 玛莎·哈里斯 她是一位出色的舞者 凭借她的舞蹈才能成功汇入了许多高层社交圈 她的舞蹈不仅让她赢得了众多追求者的心 也让她获得了重要的情报 有人甚至开玩笑说 她的舞步比她的间谍技能还要迷人 而在她的生活中 幽默感也是不可或缺的 有一次 她在一个派对上被问到如何保持身材苗条 她微笑着回答 我每天都在舞池里跳舞 顺便也在跳着收集情报 这句话不仅让在场的人捧腹大笑 也让她的间谍身份更加隐秘 再说说另一位女特工 名叫安娜·查普曼·安娜·查普曼 她的故事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 甚至成为了许多电影和电视剧的灵感来源 安娜不仅外表出众 还擅长社交 能够轻松地与各种人建立联系 她的间谍活动 有时甚至像是一场真人秀 充满了戏剧性和幽默感 有一次 她在一个聚会上 遇到了一位潜在的目标 便故作神秘地说 我有一个秘密 但我不能告诉你 除非你请我喝一杯 这句话 不仅让她成功引起了对方的兴趣 也为她后续的情报收集铺平了道路 总的来说 苏联女特工的双重生活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她们在舞台上优雅地旋转 而在幕后 却在进行着紧张的间谍活动 她们的故事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 也让我们明白了 幽默和智慧 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生存的法宝 所以 下次当你在派对上 遇到一个看似普通的人时 不妨想象一下 她可能正是一个隐藏的间谍 正在用她的魅力和智慧 收集情报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绝密行动 盟军的破坏者与拯救者 当然可以 今天我们来聊聊绝密行动 盟军的破坏者与拯救者 这是一个充满悬疑 与英雄主义的主题 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盟军的行动 往往像是一场高风险的游戏 既有破坏也有拯救 首先 让我们从破坏者说起 盟军在战争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行动 最著名的莫过于诺曼底登陆 想象一下 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海滩上冲锋 背后是轰鸣的炮火和飞舞的子弹 简直就像是一场史诗级的电影 不过 导演可不是好当的 盟军的指挥官们必须在极端的压力下做出决策 为了确保成功 他们甚至使用了假情报 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军队 让德军以为他们会在其他地方登陆 结果 德军的注意力被成功转移 盟军得以顺利登陆 可以说 这是一场心理战的胜利 真是让人忍惧不惊 接下来 我们再谈谈拯救者 在战争的黑暗时刻 盟军的破坏行动 不仅仅是为了摧毁敌人 更是为了拯救被压迫的人们 比如 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苏联红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 顽强抵抗 最终成功扭转了战局 盟军的支援和物资供应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想象一下 士兵们在冰天雪地中 手里拿着热腾腾的汤和面包 简直就像是冬季的外卖小哥 为前线的战士们 送去温暖和希望 当然 战争中的幽默感也不容忽视 比如 有一次 盟军的情报人员 为了获取敌方的情报 假装成了一群艺术家 在敌军的后方进行画展 结果 敌军被吸引过来 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泄露了许多机密信息 可以说 这是一场艺术与间谍的完美结合 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总的来说 绝密行动 盟军的破坏者与拯救者 不仅仅是战争的故事 更是人性 智慧与勇气的体现 在这场历史的洪流中 盟军的行动 既有破坏的果敢 也有拯救的温暖 正是这些故事 让我们在回顾历史时 既感到震撼 又忍不住微笑 希望这些有趣的故事 能让你对这段历史 有更深的理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失落的信件 战火中的爱情与重聚 在历史的长河中 信件常常是人们情感的寄托 尤其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那些 在战乱中失落的信件 以及他们背后那些 动人的爱情故事 和重聚的奇迹 想象一下 某个年轻的士兵在战场上 手握着一封来自心爱之人的信 他的手指在信纸上轻轻滑动 仿佛能感受到 他的温暖和思念 然而 炮火连天 信件却在一次突袭中 不幸一失 此时 信件不仅仅是纸张 他承载着两人之间的爱与希望 仿佛是他们心灵的纽带 在历史上 有许多这样的故事 例如 二战期间 一位名叫约瑟夫的士兵 在诺曼底登陆时 失去了他未婚妻玛丽 写给他的信 多年后 约瑟夫回到家乡 偶然间在一个旧书摊上 发现了那封信 竟然是被一个书商捡到 并保存下来 信中满是玛丽对未来的憧憬 和对约瑟夫的深情告白 约瑟夫感动得泪水夺框而出 最终在书摊上找到了玛丽 二人重聚 仿佛时间从未流逝 当然 失落的信件 也常常带来一些幽默的插曲 比如 有一位士兵在战斗中 写信给他的爱人 结果因为战斗的紧张 他把信记错了 竟然寄给了他的母亲 信中满是对爱人的甜蜜描绘 母亲看到后 信中五味杂陈 最后还是忍不住 给儿子回了一封信 亲爱的儿子 虽然我很高兴你有了爱情 但我希望你能把信记给对的人 这些故事 不仅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力量 也让我们明白 信件在历史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他们是时间的见证者 是情感的传递者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爱与希望依然能够穿越时空 找到彼此 所以 下次当你在翻阅旧信件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些字里行间的情感 或许他们背后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等待着你去发现 毕竟 爱情和幽默 都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 不是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探讨了一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 从苏联女特工的双重生活到盟军的绝密行动 再到战火中的爱情与虫剧 每一个故事都展现了历史的另一面 令人惊叹 在这些故事中 无论是优雅的女特工还是勇敢的士兵 他们的生活都充满了智慧和幽默 我们看到 间谍活动不只是冷冰冰的任务 甚至还有着令人蓬富的幽默时刻 还有那些在战火中失落的信件 虽然被遗失了 但他们却承载着无尽的情感 最终又将爱人与希望重新连接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了解到 历史的复杂与多面性 也提醒我们 幽默与智慧是人类在任何情况下的生存法宝 正如马尔塔 哈里斯说的那样 他的舞步不仅是为了迷人 更是在为他的间谍身份保驾护航 而那些信件 无论是记错了还是找回了 最终都让人们明白了 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希望你们喜欢这些故事 并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乐趣 现在 我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对这些女特工的崇拜 还是对失落信件背后爱情故事的感动 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Morning coffee fresh off the press Reading headlines feeling blessed World keeps turning stories unfold Every moment news gets told Flipping channels click its ads Feeding my nice hunger Face and figures Face and figures Face and figur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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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